我會看到阿妹那個星光有嚇到的 你知道誰傳給我的嗎? 小燕姐 嗯? 小燕姐特別提醒我這個事 也就因為她的關切 所以我每天出來觀察我自己的狀態 希望真的能夠全球解封啊 我們真的很想出去走走啊 就要自由自在的生活 像小鳥一樣 如果說可以自由自在出去 會優先想到去哪裡玩 那等到我們隔離 大概剩下7天的時候 或許我可以考慮 或許 在現在只要超過7天 我哪也不去 歌手張惠妹從這個月1號開始 在台北小巨蛋 預計一連舉辦12場演唱會 沒想到7號卻傳出第三場演唱會 有歌迷確診 當天到場的藝人朋友也全都插雷蛋 而當時也在場觀看的曾國城 今日出席記者會被問到身體狀況如何 她也首度回應了 就看到阿妹那個星光有嚇到的 你知道誰傳給我的嗎? 小燕姐 嗯? 小燕姐特別提醒我這個事 因為她聽說我去看了那一場 所以她對我很關切 也就因為她的關切 所以我每天都在觀察我自己的狀態 然後我們家裡面這個自我檢測 沒事 所以我想欸沒事吧 那應該就沒事了 因為我們在包廂嘛 所以進出其實我們很單一啊 並沒有跟太多人混在一塊兒 那最近疫情比較嚴重 有想到一些工作行程 新竹的art 本來台積電包了三場 因為疫情嚴峻 改成包另外一個 我即將跟詹姆士的那一齣舞台劇 少了三場 我覺得有點可惜 我覺得台積電的同仁們 沒有看到這一齣戲有點可惜 其他的我覺得生活上面 堪稱順遂 還好沒什麼大問題啦 那當然啦 前一陣子遺憾很多人走了 所以更想要 三不五十愛要幾十 多做一點有意義的事情 多珍惜我們認識的人 然後多想想有哪些 你想做還沒做的事 希望真的能夠全球解封啊 我們真的很想出去走走啊 希望那種自由自在的生活 像小鳥一樣 我發現 他的口罩戴得都好習慣了現在 對 沒戴口罩還沒穿衣服一樣 不知不覺 口罩變得很有安全感 身心靈都受到了保護 然後現在毛起來 很多人已經開始戴口罩 去配衣服了 陳哥那如果說 可以自由自在出去 會優先想要去哪裡玩 日本喜馬吧 然後我老婆一直想去韓國走的 她沒去過 我在想是不是能夠陪我老婆去 去首爾啊 釜山啊走走 還有她 要陪她回澳洲 她已經 快三年沒有見到澳洲的親朋好友了 如果可以的話 當然我自己心裡最想去日本啊 而且去日本又不用隔離 要等到我們隔離大概剩下七天的時候 或許我可以考慮 或許 在現在只要超過七天 我哪也不去 去世上 我自己是在那邊 你不是說 我還在那裡 你不是說 你不會說